孙亮自子明是孙权的小儿子 孙权年岁渐长 而孙亮是最小的儿子 所以特别留心他 孙亮的姐姐权公主 曾经构陷太子孙和她的母亲 心中非常不安 因此想依赖孙权看中孙亮的想法 多次称赞权上的女儿 劝孙权为孙亮聘娶她 赤乌十三年 两百五十 太子孙和被废 孙权于是立孙亮为太子 以权上的女儿为太子妃 太延元年两百五十一下 孙亮的母亲潘氏被册立为皇后 当年冬天孙权重病卧床 任命大将军诸葛克为太子太父 惠姬太守藤印为太长 一起接受诏命辅佐太子 第二年四月孙权去世 太子孙亮登基 大赦天下 更改年号 这一年是魏国的嘉平四年 二五二 建兴元年两百五十二润月 任命诸葛克为皇帝太父 藤印为魏将军监管上书事宜 上大将军履带担任大司马 在职的朝中官员都加官封赏 闲散官员尽声之急 这年冬十月太父 太父诸葛克率军截堵潮湖湖湖水 修筑东兴城 派将军全端守西城 都尉流略守东城 十二月初出现大风雷电 魏国派将军诸葛弹 胡尊等率领七万步骑兵 进攻东兴城 将军往场攻打南郡 吴秋剑出兵武昌 十日诸葛克派大军迎击敌兵 十四日大军到达东兴 两军交战 魏军大败 魏将韩宗 桓家等被斩杀 这夜大雨雷鸣 雷击武昌端门导致起火 就改建端门 那点又遭雷电火灾 建兴二年二五三 春正月二日 策立权势为皇后 打赦天下 六日 魏将王长等都率兵撤回 二月 吴国大军从东兴撤军 孙亮大行赏赐 三月 诸葛克率军征讨未果 下四月 吴军进攻新城 出现温 士兵大半死亡 秋八月 诸葛克率军回朝 东十月 祭祀祖庙 五位将军孙俊安排扶兵 在殿堂内杀死诸葛克 大赦天下 任命孙俊为丞相 并封为傅春侯 十一月 有五只大鸟在春深出现 第二年 改年号为五凤 五凤元年 两百五十四下 出现洪水 秋天 吴侯英谋划刺杀孙俊 事情泄露 吴侯英自杀 东十一月 有流星甜叉豆素 牛素之间 五凤二年 二五五春正月 魏国震东大将军吴秋俭 前将军文钦 率领淮南的部队 从西面出兵 两军在乐家交战 润月九日 孙俊和票齐将军旅去 左将军留战 率军攻打寿春 部队到达东兴时 得知文钦等人 以战败撤走 十九日 吴军进军妥高 文钦到孙俊处投降 淮南地区所剩的数万人 都来投奔 魏江诸葛弹 直抵寿春 孙俊率军回朝 二月 吴军在高庭与魏国将军曹真的部队相遇 双方交战 曹真败走 刘赞在孤碑被诸葛弹的不将蒋丹击败 刘赞及将军孙冷 蒋修等都被杀害 三月 朝廷派镇南将军朱毅攻打安丰 未能攻克 秋七月 将军孙怡 张怡 林荀等谋划杀害孙俊 事情败露 孙怡自杀 林荀等人被诛杀 杨献献李里山的大石头自己直立起来 朝廷派遣魏魏冯朝建修广陵城 任命将军吴嚷魏广陵太守 留略为东海太守 当年大旱 十二月 修建太庙 任命冯朝 魏监军使者 都领徐州各项军事 百姓饥荒 士兵怨愤 太平元年 两百五十六 春二月初一 剑夜发生大火灾 孙俊采纳征北大将军文钦的计谋 准备北征卫国 八月 先派遣文钦 急票骑将军吕聚 车骑将军流转 镇南将军朱毅 前将军唐兹 率各路部队从江都进入淮 四地区 九月十四日 孙俊去世 他的堂弟孙思林 被任命为势众 五位将军 同管朝廷内外各项军事 并召令吕聚等人回朝 吕聚得知 以孙思林接替孙俊 非常愤怒 十六日 大司马吕带去世 十九日 太白星掠过南斗星轨道 吕聚 文钦 唐子等上表推举 为将军腾印担任丞相 孙思林没有采纳 三十日 朝廷任命唐印 为大司马 替代吕带驻守武昌 吕聚率军退回 准备讨伐孙琛 孙思林派遣使者 持皇帝诏书 明氏文钦 唐子等 让他们收押吕聚 东十月四日 孙思林派遣孙献 吉丁凤 施宽等率领水军 赶到江都迎击吕聚 派遣将军留成都率部 骑兵攻击唐印 唐印兵败 被一灭三族 六日 大赦天下 更改年号 八日 在新州抓获旅聚 十一月 孙亮任命孙思林 为大将军 持福节 并封为永宁侯 孙献与将军王场 谋划杀害孙思林 事情败露 孙思林杀死王敦 破令孙献自杀 十二月 太武官中郎降雕玄道蜀国 告知吴国情况 太平二年二五七 春二月二十三日 天降大雨 电闪雷鸣 十四日 大雪 天气非常寒冷 朝廷将长沙郡东部 分为湘东郡 西部为横阳郡 惠基郡东部为林海郡 豫章郡东部为林川郡 下四月孙亮进入政殿 大赦天下 开始亲自处理政事 孙称所上奏的事情 大多被劫难责问 孙亮又征召十八岁以下 十五岁以上的兵家子弟 聚集了三千多人 挑选年轻勇猛的将领子弟 担任这些人的将帅 孙亮说 我建立这支军队 是要与他们一起成长 每天在皇宫内院操练 这年五月 魏国张东大将军诸葛丹 率淮南的军队 守卫寿春成 并派遣将军诸成 到吴国称臣上书 又派儿子诸葛亮 掌使吴刚 各为衙门子弟为人质 六月 孙亮派文钦 唐兹 全端等率领三万部 并骑兵救援诸葛丹 诸易从虎林 率兵进攻下口 下口都孙一 投奔魏国 秋七月 孙思林 率军救援寿春 到达霍里 朱易从下口赶来 孙琛派他作为前部都 和丁凤等率领五万部队 解寿春的困境 八月 惠基郡南部反叛 斩杀都尉 鄱阳 新都的百姓作乱 亭位丁密 步兵孝为郑昼 将军钟离木 率军征讨 朱易因为军中缺乏粮草 而率兵返回 孙思林大怒 九月初一日 在霍里斩杀朱易 三日 孙称从霍里返回建业 十六日 孙亮大赦天下 十一月 全婿儿子全医 全医带着母亲投奔魏国 十二月 全端 全义等 从寿春城 投拜司马昭 太平三年 两百五十八春正月 诸葛旦杀死文亲 三月 司马昭攻克寿春城 诸葛旦和身边侍从全都战死 将领以下人员全部投降 秋七月 孙亮封原来的齐王孙奋为张安侯 下召周郡砍伐建造宫殿的木材 自八月以来 天气阴沉 但四十多天没有下雨 孙亮因为孙称蛮横自义 和太长全上 将军刘成谋划杀害孙思林 九月二十六日 孙思林带兵秦货全上 派弟弟孙恩在苍龙门外诛杀孙城 召集大臣们在宫门聚集 将孙亮废处为汇姬王 当时孙亮十六岁 孙修 自子烈 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 他十三岁时 跟随忠书郎设词 郎中盛冲学习 太元二年252正月 被封为狼王牙王 居住在虎林 四月孙权去世 孙修弟弟孙亮继承皇大统 诸葛克主管正式 不想让诸侯王待在长江附近征战之地 就将孙修迁往丹阳郡 太守李恒多次借故侵扰孙修 孙修上奏书 请求迁到其他郡 朝廷就召令他迁到惠姬郡 住了几年 孙修梦见自己骑着龙飞上天 回头看不到尾巴 醒来后觉得很奇怪 孙亮被废后 27日 孙思林派宗正孙凯与中书郎董朝迎接孙修 孙修得知消息 心中怀疑 孙凯 董朝 详细的陈述 孙思林等之所以奉迎孙修的原意 留住一天两夜就出发了 10月17日到了曲阿 有老翁拦住孙修叩头说 事情脱久了就会有变故 天下人都期望着您 希望陛下迅速出发 孙修认为老者说的对 这天到了布塞亭 五位将军孙恩代理丞相事务 率领朝中官员用皇帝的教练 在永昌亭迎接孙修 修筑室用武藏做成临时宫殿 设置寓座 18日孙修来到 望见遍殿就停了下来 让孙凯先见孙恩 孙凯返回 孙修成免前行 百官再败称臣 孙修就登临遍殿 带着谦逊没有立即到王位上 只在东乡停留 护曹尚书上前道 接下宣送奏文 丞相献上玉喜 福气 孙修多次推让 群臣也多次请求 孙修说 将向诸侯都推举我 我哪里敢不接受 受喜 福呢 朝臣们按次序给孙修引导车架 孙修登上叫碾 朝臣在旁陪式 孙思林率领一千多士兵 在近郊迎接 在路旁叩拜 孙修下车毁败 当天就登临正殿 大赦天下 更改年号 这一年 是魏国的甘露三年 二五八 永安元年两百五十八 冬十月二十一日 孙修下诏说 褒奖赞赏 有德有功之人 是古往今来通行的道义 现在任命大将军孙思林 为丞相 荆州墓 增加十亿五个县 五位将军孙恩 为玉史大夫 魏将军 中军都 封为县侯 微远将军孙俱 为右将军 封县侯 偏将军孙甘 为杂号将军 封廷侯 长水校尉张部勤勉他事 任命张部 为辅易将军 封为永康侯 董朝亲自迎驾 封魏乡侯 又下诏说 丹阳太守礼衡 因为过去的嫌隙 将自己捆绑到有关衙门 古人射钩展妹 不计前丑 在别人角度 为他人着想 将李恒遣送回原来周郡 不要让他怀疑自己 二十八日 封孙昊 为乌尘侯 孙昊弟弟孙德 为前唐侯 孙谦 为永安侯 十一月三日 大风反复吹瓜 大雾连绵 孙思林一门 五位封侯 都统管进军 权卿朝野 他有所上奏 孙修都恭敬对待 而不违背 于是孙思林 更加纵情自义 孙修担心 孙思林 还有二心 多次予以赏赐 五日 孙修下诏说 大将军忠诚发自内心 倡导谋划来安定国家 朝廷内外文武百官 一致赞同他的建议 都有功劳 过去霍光定计 百官同心 也未超过今天的情形 及时按照之前和大将军商议定下的参加告庙仪式的人员名单 依赏旧历应该加进爵位者 都要尽快办理七日 又下诏说 大将军执掌朝廷内外各项军事事物繁杂 县家官魏将军御使大夫孙恩为事中 与大将军分担主管各种事物二十一日 又下诏说 各低级政府官员家庭中有五人的 其中三人在为国家做事 父兄在都城 子弟在郡县任职 既交纳了规定的粮食 大军出征也要跟随 以至于家中没有人管理家事 我非常同情 那些家有五人 其中有三人担任官吏的 允许家中父兄决定想留下的人 留下一人在家 免除他应缴纳的粮食 大军出征也不必跟随 又说 各位在永昌亭营驾陪室的官员 都晋升一级不久 孙修得知孙思琳想要谋逆 就按地与张布制定计划 十二月八日举行蜡计 百官昭贺 公卿都到殿堂之上 孙修下令武士将孙思琳捆住 当天就杀了他 九日孙修下诏说 因为左将军讨伐奸臣 故任命张布为中军都 封张布的弟弟张和为都庭侯 给他三百士兵 任命张和的弟弟张巡为校尉 孙修诏书说 古人创建国家都以教化学习为首 教育学习放在首要地位 以此严导世俗陶冶青草 为时代培养人才 自建兴年间以来 天下变故很多 官吏百姓很多都以眼前利益为先 舍本逐墨 不遵循古人的道义 社会所崇尚的思想不敦厚 则伤风败俗 应该按照古代制度设置学官 设立五经博士 考核选取应该提拔的人才 对他们加以恩宠俸禄 那些有志向的官吏之中 以及军队将领的子弟中 让他们各自学习 一年后考试分出品地高下 加以官位赏赐 让见到这些情况的人 乐于趋向这种荣耀 听到这些情况的人 羡慕这样的名声 以便敦促王道教话 发扬淳朴风俗 永安二年二五九 春正月 电闪雷鸣 三月九卿官制设置完毕 孙修下诏说 朕是无德之人 身在王宫之上 心中日夜不安 望时废寝 现在想要停息战事 推行教育 以推崇洪盛的教化 推行这样的道义 应当从市民心中向往的事情出发 一定是农业之事 管子有盐 苍脸时 知礼节 衣食足 知荣辱 一人不耕种就有人挨勒 有妇女不知不就有人受寒 饥寒交迫 而老百姓不为非作歹 从来没有过 近年以来 周郡官民及各部队士兵 大多背离农业 都驾船长江之上 往来做生意 粮田日益荒芜 所收粮食逐渐减少 想要使国家安定 又怎么能做到呢 也是因为赋税太重 百姓利益太少 才导致如此 现在想要广泛发展农业 减轻百姓赋税 根据劳力强弱 来征收田地客税 务必使农民负担均匀 使国家和个人分立得当 让百姓自己自足 能互相奉养 那么百姓就会爱惜身家姓名 不会作奸犯科 然后刑罚 就可以不动用刑罚 风俗可以整顿 凭着朝臣们的中正贤明 如果能对眼前知识尽心 虽然远古时代昌明的教化 不能一下子实现 但汉文帝时期的生平景象 也许能够达到 达到这样的情况 那君臣都很荣耀 不能实现 则遭致损失凌辱 怎能从容的平淡度日呢 众位公卿尚书 可以共同商议计划 务必选取 力变完善的措施 农忙时节已到 不要耽误农时 事情决定后 当即施行 这才符合朕的心意啊 永安三年260春三月 西陵郡上奏有红乌鸦出现 秋天 朝廷采用都尉严密的建议 修筑普里堂 惠基郡有谣言说 惠基王孙亮将回昭做皇帝 而孙亮的工人诬陷孙亮 让乌祈祷祖辞 并且其中有恶言 有关主管官员将此事报告孙修 孙修将他贬为后官侯 并遣送到新封地 半路上孙亮自杀 护送他的人都被判罪处死 孙修将惠基南部分为建安郡 分宜都郡为建平郡 永安四年261下午月 天降大雨 河流湖泊和泉水泛滥 秋八月 孙修派光路代付周易 实委巡视各地民情风俗 考察将领官吏的清廉 百姓疾苦 并颁发升降任免官员的诏书 九月 布山上岩有白龙出现 同年 安吾的百姓沉娇去世 下葬后 六天后又复活 自己从土里爬起来 永安五年262春二月 白虎门北楼遇火灾 秋七月 史心上岩出现黄龙 八月十三日 天降大雨 电闪雷鸣 河流湖泊和泉水泛滥 十六日 策立诸氏为皇后 十九日 策立儿子孙宇丹为太子 大赦天下 东十月 以为将军蒲阳兴为丞相 廷位丁密 光陆勋梦宗为左 又遇史大夫 孙修因为丞相蒲阳兴 极左将军张部 过去对自己有恩 所以托付给他重要事情 张部主管宫内官署 蒲阳兴执掌军国政务 孙修沉迷于古典书籍 想要通读各家点击通 尤其喜欢设业机 春夏之际经常早出晚归 只有这个时候才放下书本 孙修想和博士祭酒围绕 博士圣冲谈论道理技术 围绕圣冲都速来耿直 张部担心他们入宫 侍奉皇帝后揭发出自己的过失 使自己不能专权 所以在孙修面前巧言令色 阻止孙修与他二人接近 孙修回答说寡人所涉及学问 各种典籍都通读 看到的东西不少了 那些明君昏主乱臣贼子 古今咸鱼成败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现在围要等进入内宫 只是想和他们谈论书籍罢了 不是要跟随围要等人从头学习 即使是跟他们从头学起 又有什么损害的呢 您只是认为围要等人 恐怕说出沉下奸邪之事 所以不想让他们入宫 像这样的事情 寡人早已自己有所防备 不需要围要等人说出来才了解 这些都没有什么损害的 您只是因为心里有所顾忌罢了 张部说到诏书 即向孙修谢罪 重新陈述想法 改口说是担心这样讨论会妨碍正事 孙修回答说 书籍这东西就怕人们不去喜爱它 喜欢读书并无坏处 这不是不好 而您认为不应该是因为我喜爱罢了 政务与学业 两者各有不同 不相妨害 没有想到您现在在职任官 对我进行这方面的管束 实在不可取张部奉上奏表 叩头请罪 孙修回答说 姑且相互开导罢 怎么到叩头谢罪的地步呢 向您的忠诚 远近之人都了解 过去的事情使我感激 这就是您今日显赫的原因 诗经有言 如果没有出使 很少有结果 善终实在困难 希望您能有始有终 当初孙修作王时 张部是他身边的将都 速来被他信任喜爱 等到孙修登基 对张部非常恩宠 所以张部专揽大权 多行无理之事情 自己担心自己的短处 和过失被围要 盛冲说出来 所以特别担忧忌讳 孙修虽然心中了解原因 但心里并不接纳 更担心张部 因怀疑畏惧而生出变故 竟然听随张部的意思 停止了自己谈论书籍之事 不再让盛冲等人入宫 当年孙修派遣查战官到 焦纸郡 争调孔诀和大朱 永湾六年二六三下四月 全灵传言出现黄龙 五月 焦纸郡立吕星等叛乱 杀了太守孙虚孙 虚在此之前 争调郡里的 一千多手工匠人送到建业 而查战官到焦纸后 百姓们担心 再次被蒸发 所以吕星等人 趁机煽动士兵百姓 招勇各少数民族部落 一同作乱 东十月 蜀国因为将收到 魏国讨伐而派使者告知无果 二十一日 剑叶石头小城遭遇火灾 烧毁西南部 一百八十丈内的建筑物 二十二日 孙修派遣大将军丁凤都 率各军出兵魏国授春 另派将军刘平 到南郡会见诗迹 商议出兵方向 将军丁锋 孙义赶到免中 都是为了救援蜀国 蜀主刘善投降魏国 消息传来后 这一行动就停止了 吕星杀了孙虚后 派使者前往魏国 请求担任太守 并统领士兵 丞相蒲阳兴建议选取屯田一万人 作为军队 并分武陵郡为天门郡 永安七年264春正月 大赦天下 二月 镇军将军陆炕 辅军将军布邪 征熙将军刘平 建平太守圣满 率军围困蜀国 八东首将罗宪 下四月 魏国将领 新副都王制 乘船入海袭击巨章 掳掠官吏财务 及男女百姓二百多人 将军孙岳拦截一船 抓获了三十人 秋七月 海盗攻破海盐 杀了四岩校尉落袖 孙修派中书郎流川 出兵奴陵 遇张军百姓张杰等人作乱 有不重一万多人 魏国派将军 狐猎率领部 骑兵二万侵扰西陵 以援救罗宪 入抗等引军撤退 吴国分交州郡 设置广州郡 二十四日 大赦天下 二十五日 孙修去世 十年三十岁 誓号为景皇帝 孙昊 自元宗 孙权的孙子 孙和的儿子 又名彭祖 自昊宗 孙修登基后 封孙昊为乌城侯 遣送他到封地 西湖人景阳给孙昊看相 说他大跪之相 孙昊心中心血而不敢泄露 孙修死后 当时蜀国刚刚灭亡 而骄子郡又叛离无果 国内上下都惊恐惧怕 期望能有一位年纪较长的英明君主 左典君万玉曾任乌城县县令 跟孙昊交好 称赞孙昊博月明时聪慧果断 跟长沙桓王孙策是同等之人 再加上他好学 奉授法令 所以多次向丞相蒲阳兴 左将军张部进言 蒲阳兴 张部又劝说孙修的妃子太后朱氏 想让孙昊继承皇位 朱太后说 我只是区区寡妇 怎能知道国家的忧虑 只要不使吴国灭亡 宗庙祭祀有所仰赖即可 于是迎接孙昊立他魏皇帝 当时孙昊二十三岁 更改年号 大赦天下 这一年为魏国贤西元年 两百六十四 元兴元年两百六十四八月 孙昊以上大将军师纪 大将军丁凤为左右大司马 张部为票旗将军 家官室中 所有官员都晋级封赏 官职如旧 九月 孙昊扁太后诸氏魏景皇后 追侍父亲孙和魏文皇帝 遵奉母亲和氏为太后 十月 封孙修的太子孙宇丹 为豫章王 二儿子为汝南王 三儿子为梁王 四儿子魏陈王 策立皇后腾氏 孙昊登基得志后 凶残骄横 忌讳很多 沉溺酒色 上下官员都很失望 蒲阳兴 张部心内十分后悔 有人把这事向孙昊进产 十一月 孙昊诛杀蒲阳兴 张部 十二月 将孙修安葬于定陵 孙昊加封皇后的父亲藤牧 魏高密侯 舅父和红等三人都封列侯 当年魏国设置焦纸郡为有太守的郡 晋文帝司马昭做魏国的乡国 派遣过去吴国 寿春城的将将徐少 孙昱带着使命送去书信 陈述时事的厉害 以明白告知孙昊 甘露元年265三月 孙昊派遣使者隋徐少 孙昱前往魏国回复书信说 知道您有超群的才干 身处乡国之职 有引导教化皇帝的功劳 辛勤至极 寡人以浅薄的德行 继承大统 想与贤良之士共同拯救乱世 但因道路阻隔未能结缘 您的善意真切明显 非常深沉 县派光禄代付济致 五官中郎将洪浩 前来表明我的诚意 徐少出发道如虚 孙昊将他召回来杀死 并迁移他的家属到建安 诗言有人上报说 徐少称赞中原 下四月 蒋陵上岩甘露降临 于是改年号 大赦天下 秋七月 孙昊逼杀景皇后诸氏 诸氏没有死在正殿 在公园中的小房子中办理丧事 大家都知道 他并非因病而死 无不感到痛切 孙昊又将孙一修的四个儿子 遣送到吴郡的小城 随后又追杀了两个大的 九月 孙昊听从西陵都督不产的建议 迁都武昌 派御使代付丁雇 又将军诸葛靖镇守建业 继至洪昊抵达洛阳 适逢晋文帝崩市 十一月 才将他们遣送回东吴 孙昊到武昌后 再次大赦天下 设置陵陵郡的南部为史安郡 贵阳郡南部为史兴郡 十二月 晋朝接受曹魏的善让 宝鼎元年266正月 孙昊派遣大红鲁张衍 五官中郎将丁中平掉进门地 等到回国时 张衍在途中病逝 丁中劝说孙昊 北方防守作战的器械不完备 一阳可通过攻袭而夺取孙昊 便问群臣意见 镇西大将军陆凯说 军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 才使用 况且三国鼎立以来 互相侵占攻伐 没有一年安定 现在强敌刚刚吞并巴蜀 有两个国土的实力 而他们派是求亲 想要停息干戈劳役 不要认为对方是想向我方球员 现在敌人势力强大 如果想侥幸取胜 我看不到其中的一处 车骑将军刘转说 天生武才 谁能消除兵战之势 欺诈争雄 历来如此 如果对方有机可乘 怎能轻易放弃 应当派出间谍 以探查对方情况 孙昊心中同意刘转的意见 况且考虑到 蜀国刚被北方平定 故此没有施行 然而最终还是 自己放弃了出兵的打算 八月 传言四起 说找到大顶 于是更改年号 大赦天下 孙昊任命陆凯为左丞相 常识万遇为右丞相 东石岳 永安山贼师蛋等聚集 布中数千人 掳掠了孙昊的树地 永安侯孙谦逃往乌城 并取走孙和陵墓上的乐器 和驱饼散盖 等到了剑夜 他的队伍已达万余人 丁故诸葛靖在牛屯迎击他们 双方大战 师蛋等失败逃走 丁 朱等救出孙谦 孙谦自杀 东吴江惠基郡一部分为东阳郡 江吴郡 丹阳郡分出令增设吴兴郡 又以陵陵郡北部为少陵郡 十二月 孙昊又将国都迁回剑夜 太尉将军藤墓镇守武昌 宝鼎二年二六七春大赦天下 又丞相万玉前往上游镇守八丘 下六月修建显明宫 东十二月孙昊移居显明宫 当年江玉章 卢陵 长沙三郡分出一部分令治安城郡 宝鼎三年268春二月 孙昊任命左右御史戴夫丁固 孟人为司徒和司空 秋九月 孙昊出兵东关 丁凤赶往合肥 同年 孙昊派遣娇州刺史刘骏 前部都休泽等率军进入晋朝境内 攻打娇纸郡 被晋将毛炯等攻破 刘骏等都战死 兵士溃散退还和谱 建衡元年269春正月 孙昊策立儿子孙锦为太子 又封了淮阳王 东平王 东十月更改年号 大赦天下 十一月 左丞相陆凯去世 孙昊派遣监军于寺 威南将军薛王宇 苍吾太守逃皇去到荆州 监军李旭 都军徐存 去到建安的海陆 都到河浦进攻交纸郡 建衡二年 两百七十春 万遇返回建业 李旭 因建安海陆不通畅 杀了作为先导的将领 冯匪 率军退回 三月 天火烧毁一万多户人家 死者七百人 下四月 左大司马师纪去世 殿中列将核定说 绍服李旭冤杀冯匪 擅自领兵撤退 李旭 徐存等及他们的家属都被诛杀 秋九月和定帅五千人溺水而上到下口狩猎 都督孙秀投奔进国 当年大赦天下 建衡三年二七一春正月底 孙昊率大军从华里出发 孙昊的母亲及他的王妃姬妾一同出行 东关令华和等人坚持抗争 随后返回 当年于四逃皇击败骄子郡 秦获斩杀晋国所设置的首将 九珍日南都重属吴国 孙昊大赦天下 分出骄子郡令至新昌郡 吴国诸江功克福岩 设置五平郡 任命武昌都督范慎为太位 又大司马丁凤 司空梦人去世 西院传言凤凰聚集 于是更改第二年年号 凤凰元年272秋八月 征召西陵都督不产 不产没有就任 占据西陵城投降晋国 孙昊派乐乡都督路抗攻取不产 不产的部队全部投降 不产和同谋的几世人都被诛灭三族 大赦全国 当年又丞相万狱因被孙昊谴责而忧郁致死 他子弟被迁到鲁陵 何定兼恶污秽的世纪败露被处死 孙昊认为何定的恶行很像张布 就追改何定的名字为何布 凤凰二年273春三月 孙昊任命路抗为大司马 司徒丁故去世 秋九月孙昊改封淮阳王为鲁王 东平王为齐王 又封陈流王 张陵王等九王 共十一卫王 每卫王授予三千士兵 大赦天下 孙昊爱妾有时派人到集市上去 劫掠百姓财物 司是中郎将陈生 向来是孙昊宠臣 他倚仗孙昊对他的宠性 将抢夺者绳之以法 孙昊爱妾就此事向孙昊诉说 孙昊大怒 借其他事情把锯子烧红割断陈生的头 将他的尸体丢到四网山下 当年太尉犯甚去世 凤凰三年274 惠基郡谣传张安侯孙奋当作皇帝 临海太守西西在给惠基太守郭丹的书信中 批评国家政策 郭丹只上报西西的信件 没有上报谣言 就被送到建安去造船 孙昊派三郡都督和侄 收押西西 西西出兵自授 截断海路 西西部下杀死西西 将她的首级送往建业 西西被一灭三族 秋7月 孙昊派25名使者分别到各州郡 搜查逃亡的作乱之人 大司马路抗去世 自更改年号到这年 连年出现瘟疫 将玉林郡分至为什么贵林郡 天策元年 275 吴郡传言从地下挖出一块银子 一尺长 三分宽 上面刻有年月字样 于是孙昊大赦天下 更改年号 天喜元年 276 吴郡上报林平湖从汉末以来被水草杂物堵塞 现在又自行流通 老者传说 此湖堵塞 天下动乱 此湖开通 天下太平 又在湖边得到一个石头盒子 里面有一块小石 青白色 四寸长 二寸多宽 刻着上座皇帝的字样 于是更改年号 大赦全国 汇姬太守车郡 湘东太守张勇不交纳赴税 被就地处斩 将首级送到各郡市中 秋八月 京夏都孙凯投降晋国 鄱阳传言 立阳山有石头的纹理形成文字 共有二十字 是楚九州主 五九州都 扬州市 做天子 四市至 太平市 又有无星阳县山 有一块空心石 长石鱼杖 名叫石石 地方官员上表说 是祥瑞之物 孙昊就派遣兼任司徒董昭 兼任太常州处 道阳县县 将那座山封为国山 更改第二年年号 大赦天下 已符合时尚文字 天际元年 两百七十七下 下口都督孙慎 发兵江夏 汝南 烧毁民居 劫掠百姓 当初 孙昊车夫的儿子张畜 多次诋毁他人 多次升任为四指中狼将 并被封侯 非常得到孙策宠爱 这一年 他的全部奸邪罪行 被揭发上报 被处死 天际二年 两百七十八秋七月 孙昊策立成己王 宣威王等十一卫王 每卫王授予三千士兵 大赦天下 天际三年 两百七十九下 郭马反叛 郭马原来是和普太守 修允的不将都督 修允调转为贵林太守 后来生病 住在广州 先派郭马率领五百士兵 到郡中安抚各少数民族部族 修允去世后 所属亲兵应当分派他人 郭马等人家中都是时代军人 不愿分离 孙昊当时又核查落实广州户口 郭马与亲兵将领和点 王族 无数 殷星等借此恐吓当地兵民 将他们聚合起来攻杀广州都督鱼寿 郭马自称都管交付旨 广州二州各项军务 安南将军 殷星担任广州刺史 无数担任南海太守 核点攻打苍吾 王族进攻始兴 八月 孙昊任命军师张涕为丞相 牛主都督和职为司徒 又任命职军务腾巡为司空 还未任命就转为镇南将军 持福节 兼任广州牧 率领一万士兵从东路进讨郭马 在史兴与王族相遇 军队无法前进 郭马沙南海太守刘略 驱逐广州刺史徐奇 孙昊又派徐灵都督陶后 率七千士兵从西到进发 下令交周牧逃皇部署军队 集合谱 御林等军军队 与东西两路军队一起攻打郭马 有鬼木菜生长在工匠黄浩家 攀着枣树生长 有一丈多长 经半径四寸 夜后三分 又有买菜生长在工匠吴平家 四尺高 夜后三分 形状像枇杷 上部宽一尺八寸 下面根茎有五寸 两边生绿色叶子 宫廷图书馆官员查考画图 称鬼木菜未知草 买菜未平绿草 于是孙浩任黄浩为氏之狼 吴平为平绿狼 并都授以炎印及青寿代 当年冬天 晋国命震东大将军司马仁游出兵途中 安东将军亡魂 扬州刺史周郡出兵牛主 建威将军王荣向武昌进军 平南将军胡奋向下口进军 镇南将军杜裕出兵将领 龙襄将军王浩 广武将军唐宾领兵游水路沿长江东下 太尉甲冲担任大都督 权宜衡量处理事情 让他们都处在进军威时之中 陶浩到了武昌 得知北方军队大举出兵 便停下驻扎不再前进 当初孙浩每次大宴群臣 没有不令他们全都喝醉 孙浩设置黄门狼十人 特地不给他们酒喝 让他们整天势力 作为监管官员错误的官吏 宴会结束后 让他们上奏官员们的过失 有不恭敬的眼神 失误的言语 没有不举报的 大的过失立即施加言行 小的过失即被计为罪过 后宫数千美女 而孙浩对美女的挑选 还没有停止 又将急流引入宫内 欲有不合议的宫女 即将其杀死 并让尸体顺流飘走 或者剥去人的面皮 或者挖去人的双眼 残明曰因奸显阿渝 而身受宠贵 位列九卿 他喜欢发动劳逸 国人身受骑苦 因此上下离心 没有人为孙浩尽力 这是由于孙浩已饥饿到极点 全国人也不能再忍受他的驱使 天祭四年 两百八十春 孙浩策立中山王 戴王等十一王 大赦天下 王场 唐边大军所到之处 吴军全都土崩瓦解 没有抵抗的 杜宇又斩杀吴江陵都督五言 王魂又斩吴丞相张提 丹阳太守沈颖等 禁军所到之地都能攻克 三月九日 宫中有几百亲近之人 向孙浩叩头 请求诛杀陈敏 孙浩惶恐地答应他们的请求 十一日 陶浩从武昌返回 孙浩随即接见他 问他关于水军的消息 陶浩回答说 属地的船只都很小 现在如有两万部队 乘坐大船作战 自可足以击败敌人 于是调集兵力 授予陶浩服劫服务 第二天就要出发 在当晚步众全都逃走 而王浩顺流而下 即将到达 司马人游 王魂都已接近边境 孙浩采用光禄薰薛营 中枢令狐冲等的建议 分别派遣使者给王浩 司马人游 王魂送信说 过去汉史失去大统 国家分裂 我的祖先占据时机 占据江南 于是分裂山河 与魏国冲突 绝革 现在大进皇帝登基 德行覆盖天下 我昏庸顽劣 苟且偷安 不明天命 以至于到今日 烦劳六军 横盖田掩 列队道路 大举出兵到长江之兵 使我举国震惊 苟言惨喘临近末日 斗胆希望天朝包容光大 仅派私属太长张魁等 奉上佩戴的印喜 受戴 交付我的身体 请求保全 希望能够信任接纳 以便拯救百姓 十五日 王浩最先到达 就接受了孙浩的投降 解开捆绑他的绳子 焚毁孙浩带的棺材 邀请他前来相见 司马人游 因为孙浩把印喜 受戴交给自己 就派人遣送孙浩 孙浩带全家西迁 于太康元年2805月1日 到达京城 4月28日 禁地下诏 孙浩走投无路 前来归降 前次诏书 打允他不赐死罪雨 现在他垂首称臣 我对他仍然十分怜悯 赐他归命侯的称号 再赐他衣服车辆 三十请田地 每年给五千壶粮食 五十万钱 五百匹券 五百斤思绵 并任命孙浩的太子孙锦 为中郎 其他几位曾被封王的儿子 都认为郎中 太康五年 两百八十四 孙浩在洛阳去世 平约 孙亮年纪又小 却没有良辰辅佐 他的皇位不能始终 是大事必然 孙修因为过去的宠案恩惠 任用兴 不 不能挑选任用贤才 改贤更张 虽然志向在于德行好学 对救济乱世 有什么好处呢 又不让已经被废位的孙亮救死 对朋友的情义是很淡薄了 孙浩滥用刑罚 被处死罢官流放的 不计其数 所以朝臣侍从 人人惶恐 都每日担心朝不保夕 他对于天象和乌柱之事 其中显示的祥瑞征兆 认为非常紧急 过去顺地 大禹亲自耕种 有最盛名的德行 尚且向朝臣们盟示 语为女弼 或者看重昌盛的言论 经常比不上他们 更何况孙浩凶残顽劣 自意妄为 横行霸道 诛杀忠诚劝谏之人 任用阿谀奉承之人 灭害百姓 奢侈至极 应该施以腰斩之行 以向百姓谢罪 既然收到了不赐死的诏令 又得到了归命的恩宠 难道不是浩荡的恩典 过于厚重的恩责吗 主席 继续